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段表演 让我们进入赏末时刻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中 公元五八一年的初春 阳间灭尘 结束了魏晋南北朝 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战乱 生于佛教圣行时期的智勇 选择避开尘世而入佛门 出身于书法世家的智勇 把书法当成修行的重要部分 他立下誓言不成书不下赐楼 此后的三十年他苦练书法未曾下楼 写费的笔头足有几千支 能装满十大瓮 斗转星移 春秋冬夏 智勇终将书法练成 他的弟子问 写书法的技巧是什么 智勇回答道 当以勤勉为要 智勇记得 幼时的他刚会拿笔 父亲就在书案前一笔一画 一字一句地交答 楷书要横平树直 富有风骨 那什么时候才能写成一首好字呢 像先祖那样 夜惊于秦 坚持不懈 智勇传承下来的不仅是二王的精湛书法技艺 更是刻苦严谨 追求卓越的 勤勉精神 武德九年 阴历八月 李世民登上皇位 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景 贞观之志 李世民想亲自查看 专门记录君王日常事物的起居住 当时负责起居住记录的 正是楚岁良 新任皇帝要查看自己记录的文字 这可不是小事 稍有不慎 轻则断送仕途 重则 性命难保 你的起居住中都记录了什么 可否给朕看看 历朝历代 史官通过起居住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 就是希望君王不要做非法的事 岂能由君王本人随意查看 那如若我有过错 难道你也要如实记录下来 守道不如守官 我的职责是禀彼之书 陛下的一举一动 臣病 属实记录 从此之后 唐太宗将楚岁良视作观照自身言行的一面镜子 其直言尽见不畏军权的精神品质 一场后世之改模 一场后世之改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